法師唸完咒語 再將雞蛋敲在額頭上 這道關卡名為金蟬脫殼 因為我們用蛋 然後就是把我們不好的運氣 直接用脫殼把它脫掉 將蛋殼和指甲 頭髮包進紅包袋 放上龍王船帶走 就是把我們不好的 都一起把它中進這紅包袋裡 然後我們下一關是龍王化栽 就一起送上龍 到時候我們會送上龍船 直接把它化栽 那財牆才轉進來 好運偏財轉進來 位在竹南鎮的一間宮廟顛覆傳統 每年在春節前 都會舉辦三屆消災法會 法會有別於嚴肅的儀式 並設計關卡讓民眾參與過關 那我們就是會利用這個關卡 幫我們這些信徒身上 讓這些備靈把它化除掉 那我們比較特別的就是 有一關叫做扭轉乾坤 扭轉乾坤會有三道符 由道家開出三道符 那這三道符就是讓我們這些信徒 從這個神桌底下鑽過去之後 然後用這三道符 用我們的神明幫我們把這些信徒身上 這些比較不好的氣把它帶走 最讓你覺得那個 主要還是那個蛋的那一關 因為蛋的那一關還會去讓你知道說 你今年的運途是如何 兒子的衣服 都沒有辦法來過來的 兒子在美國 在美國 因為他今年屬狗 有犯太歲 所以在他的衣服進去那個 每道關卡都有自己的名稱 像這道關卡是讓民眾睡在神桌下 象徵眾神加持 廟方共設計有十道關卡 讓大家在過關時 既勞富趣味也能得到神明的祝福 美日新聞邱靜超 苗栗報導